以色列军方8号在北边 这邻国黎巴嫩的边界 部署了多辆的坦克车 而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哈马斯的黎巴嫩 真主党8号是一火箭弹 跟炮弹袭击有争议的 西巴农场 三个以色列的军事阵地 借此声援巴勒斯坦人 不过以色列不甘示弱的回击 对黎巴嫩南部发射炮火 目前还不清楚 双方是否有人员伤亡 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 一直拥有西拉农场 不过叙利亚格黎巴嫩都升车 这块39平方公里的土地 属于是黎巴嫩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